挪威队进行半决赛 应该说这一天是所有波士顿华人 应该是最快的那一天 就好比过年一样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福克斯伯洛体育场 在我身后是有近一千名中国球迷 今天他们穿上了自己设计的服装 今天来这里看球的球迷 受教育程度平均水平应该是最高的 因为这里既有博士也有硕士 他们来自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所有中国人的心愿就凝聚两个字 就是我身后的这两个字 中国队同未免冠军挪威队之间的半决赛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点30分开始 中国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以5比0的大比分击败了对手闯入决赛 其中9号孙文和10号刘爱玲各攻入两球 中国队的另一个进球由3号范运杰攻入 目前孙文在本届杯赛上已独进7个球 以巴西队的西西并列射手榜首位 当时就占据了主动 这是因为我们强大还是因为对手表现不好 这可能两方面原因 关键是开始的两个球抓得很好 特别是刘爱玲关键是两个球打得很干脆 今天的胜利是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了世界杯的冠亚军决赛 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将是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以2比0战胜巴西队的美国队 中国队今年曾两次战胜过美国队 他们当然有实力在决赛中战胜对手 如果中国队在决赛中获胜 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中国队打进决赛之后你们会去LA加油吗 我们会去的 我们会去的 我们已经跟LA都来到 应该说现在我们面对美国的时候 全国民都希望从中国女足听到一两句斩钉截铁的话 你能告诉观众什么呢 我们一定会决进全能 好 谢谢 1991年在广州 1995年在瑞典 中国女足分别获得了第五名和第四名 这次如果能在决赛中获胜 那么中国女足将成为继中国女排之后 第二支在三大球项目上获世界冠军的球队 决赛将以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4点进行 即时本台第五套节目将进行现场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们 即时在电视机前为中国女足加油助威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本台第五套节目今晚11点10分将重播 中国女足对挪威队的比赛 没有看到早晨直播的观众 可以在重播中欣赏女足姑娘们的精彩表演 中国选手罗易刚和戴映昨天在马来西亚以毛球公开赛决赛中 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包揽男女单打冠军 以非种子身份闯入决赛的罗易刚 在昨天的比赛中凭借出色的发挥 以2比0战胜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翰夺得冠军 在女单比赛中二号种子代孕以11比6和11比3战胜了队友公瑞纳夺得金牌 维也纳国际跳水大奖赛昨天继续进行 中国选手郭晶晶和梁小乔包揽了女子三米版比赛的冠亚军 而在男子三米版决赛中俄罗斯老将萨乌丁 继前天在十米跳台比赛中战胜中国选手田亮之后 昨天再次战胜了中国名将熊尼摘得金牌 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赛再次受阻 7月2号加里亚莫娃向国际棋连发出电传 要求以平等条件参加在中国沈阳举行的女子世界冠军赛决赛 加里亚莫娃此举的目的在于 拒绝在国际棋连关于全程比赛谢君享有半分优势的文件上签字 使得中国 莫娃打在右边的翼锋 较早前这个过头球放过附近小禁区顶 可惜今年来迟一步 让对手聋门救了 仍然是中国队攻勢少多的这个球 看看在挪威后场怎么办 对手清掉了,应该就无谓想了 在开球前,其实挪威方面 心理上只会有些认输的 教练等等都说高度评价 中国队是世界一级 但是不是吧,心理战很难说 仙海记录是… 仙海记录是... 仙海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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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海记录是中国队一直打开 结果应该由他们的队长 孫文射到1比0, 看看是否是他 沒錯, 孫文真的沒那麼快 教練, 馬元安等等, 鎮定了 開球這麼早 今天上挪威還沒有組織 甚至還沒有過前場 已經被中國隊組織搞定 這個球先第一腳托金煙 其實對手能救救 但孫文很鎮定 吸收到中間, 用左腳射近 對手已經有後衛回防, 擋住了 第一次衝擊對手龍門, 落敵比, 救得了 孫文帶回來中間 壓營了山迪尼, 接著再射近 有個前場, 中國隊速度應該不頑 左女人可以選他, 不去, 放他右邊